周六晚照亮蓝色才艺第二届新人心愿才艺晚会 在位于多伦多Fairview图书馆的剧院厅隆重举行 当晚有超过300多名观众出席 中国驻多伦多钟鸿如领事 多伦多市议员李正光 同乡总会会长于盈 约克区教育委员Carol Chan 省议员黄素梅助理等嘉宾到场给予对晚会的支持 这些特殊艺术家们通过表演 展示了他们精彩的才艺 让台下的观众赞叹连连 掌声不断 当天的晚会有很多自闭症儿童参与演出 参演的节目有舞蹈、钢琴、小提琴、电子琴 以及其他才艺表演 当晚有近100名少年儿童参与演出 超过300名观众观看演出 策划此次晚会的目的是 希望通过这些孩子们的才艺表演 向社会各界展示他们的才能 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得到社会各界和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来为讲普通话的特殊儿童家庭提供辅导和培训 这样才能帮助到更多的 急需得到支援的弱势群体家庭和少年儿童 天才服务中心是加拿大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为讲普通话的特殊儿童家庭 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非盈利机构 并且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多项免费服务 中心致力于开发特殊儿童的潜能 将他们的天分发挥出来 将来更好的融入社会 自2012年8月成立以来 已经有超过100个家庭 接受了该中心的服务